花莲县文化局特别委托了专家学者 对花莲市的延平王庙内的文物 进行了普查以及研究 历经半年的时间 一共盘点出了239件古文物 做建党保存 其中的延平郡王郑成功开机神像 以及东西窑筒形的青池炉 被认定为具有文资的价值 也建议文化局指定为一般古物 来做妥善的保存 花莲市延平王庙开机至今超过160年 是花莲历史最悠久的庙宇 保存了不少珍贵文物 在经过专家学者一半年时间 对庙内文物进行普查及研究后 发现有许多物件相当具有文资价值 像是这个放在桌上看起来不起眼的香炉 竟然是从清朝时期就被流传下来的 东西窑筒形青池炉 在地上我们当时就发现 这个庙把这个香炉摆在地上 那我们把它清出来之后发现 东部地区也有这个大概是清代晚期的 有这样的一个所谓东西窑的一个产品 目前在整个台湾的东部 我们的这个严平王庙 目前是警戒的这样的一个证据 所以其实这个香炉本身的一个出现 表示这个所谓的祭祀行为当中的这个 不只是贸易史 也是表示我们地方的这个祭祀行为的一个出现的一个年代 大概可以确定到清代晚期 而浙尊被供奉在佛桌上的严平俊王 正成功开机神像 在经过研究团队的专业检测过后 发现同样也是来自清代晚期 建议文化局提报一般古物文化资产 来做妥善保存 文化局长江耀成则表示 将会全力协助庙方向文资局争取经费 在现地规划出专业的点餐空间 需要经费上面维修的地方 例如说设立比较好的 有空调有恒温恒湿的这种管理场所的话 我们文化局也是一定全力来支持 向中央来申请经费来协助我们 原平王庙的这个管理委员会来实施 经过这次的研究调查 总共盘点出239件古文物做建档保存 虽然还有相当多的文物同样具有文资价值的潜力 但因为文献资料不足等因素 研究团队则建议文化局可以做劣策追踪 而这项计划的主持人李建伟也提到 目前庙方的保存环境并不太好 已经有部分物件出现催化情形 希望未来能够争取到更好的资源 让这批珍贵文物得以展示在大众面前 记者许立琴 花联市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